20年前,阿堂哥仅凭一部电影将烧脑电影水平再次推向一个新高度 影片中环环相扣的烧脑设定,以及令人惊叹的绝妙反转 观众看后,嘖嘖称叹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科幻悬疑电影,关键报告 未来2054年,华盛顿凶杀案发生率几乎为零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名叫先知的系统 能提前防御犯罪企图 谋杀还未实施,犯人就被绳之一发 先知系统的核心是三个具有预测未来能力的人 他们被浸泡在特制的营养液中 再用特殊的装置将大脑连接互通 一旦有凶案即将发生 就会把脑海中的犯罪影像投射到屏幕上 甚至连受害者和凶手的名字都被刻在球上 这天,先知就预测到10分钟后会发生一起命案 阿堂哥作为防御犯罪中心队长 根据先知看到的场景,分析出犯罪现场 当阿堂哥破门入室 一个手拿凶器的人正要实施犯罪 阿堂哥不顾危险将凶手缉纳归案 他之所以这么拼命 是因为在系统启动前意外将儿子弄丢 为了缓解痛苦开始报复性工作 因此忽略家庭,妻子无法忍受只能离婚 表面风光无限的他 背地里只能靠药物麻痹自己 这天犯罪中心创始人老白找到阿堂哥 鉴于先知系统的成功 六年来,华盛顿无一起命案发生 政府计划将其推广到全国 为确保系统没有漏洞 已经派探员起来审查 探员一来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 他认为系统存在巨大缺陷 抓捕犯罪之前 没有实施犯罪就不构成犯罪 而且提前阻止犯罪也意味着改变未来 而阿堂哥却持有不同观点 就好比滚落的圆球 尽可能提前阻止圆球落地 但无法改变圆球落地的事实 换言之,如果他们不提前抓住罪犯 将会有无数无辜的人遇害 探员无言以对 却还是对系统持怀疑态度 打算近距离观察先知系统 却被阿堂哥拒绝 由于先知所在的圣殿位于隔离区 除了卷毛之外 其他人禁止进入 谁料探员有备而来 手持搜查令执意进去 无奈之下 阿堂哥只能带着他进入圣殿 其实探员并非不信任先知判断的正确性 而是担心心术不证的人 会利用先知系统假公济私 等探员调查清楚离开后 其中一个先知阿加沙睁开了眼睛 他抱着阿堂哥不断重复一句话 让他看屏幕上的画面 投射出的是 六年前一起溺水谋杀案 当时凶手早已侵察归案 阿堂哥察觉到是有蹊跷 秉着负责任的态度 前往监狱复查这起案件 殊不知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罪犯被关押在看守所里 他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如今身份证已经成为过去式 现在用眼球辨别身份 谁知罪犯在行凶之前 早已在黑市更换眼球 通常情况下 每一起案件都会保留三个 先知各自预判的案件 可溺水案的影像只有双胞胎的 唯独删除阿加沙的影像 而且被救下的受害人至今杳无音讯 这一系列的不寻常 让阿堂哥决定彻查此事 他拿着拷贝档案找到老白 等老白看完后表示无证为例 与此同时先知又预测出一起谋杀案 犯罪时间在两天后的下午3点06分 阿堂哥立即根据影像寻找线索 发现案发现场有三个人 室内的受害者和凶手 窗外还有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受害者被一枪击中胸膛后坠楼 正当阿堂哥要查看凶手长相时 却意外发现凶手竟是自己 这时刻有凶手名字的圆球随之落下来 阿堂哥抢先一步将其握在手中 随后将助手支走 反复确认后凶手就是自己 但他完全不相信受害者为什么要杀他 就在他打算继续查找更多信息时 卷毛发现他的行动 好在阿堂哥平时为人友善 决定给他留出两分钟逃跑时间 时间紧迫 阿堂哥匆忙逃离现场 谁料刚进电梯就遇到探员 阿堂哥以为是他想陷害自己 目的是想将先知系统掌握在政府手里 随后将自己踢出去而带之 可此时警报声响起 阿堂哥只能先跑回上 结果没逃多远 自动驾驶车就强制盗回 准备将他送往警察局 见状阿堂哥一脚踢掉挡风玻璃 随后跳上别人的车继续逃跑 但在这个信息透明化的未来世界 任何角落都有身份识别探头 阿堂哥很快就被犯罪中心锁定位置 不出片刻就被以前手下团团围住 身为队长的阿堂哥 怎会轻易被他们抓住 只见他爬上消防梯 随后一跃而下 精准抓住还在往上的队友 借助队友的空气背包一路滑行 最终凭借实力甩掉追兵 谁料刚脱虎口 又被探员堵个正着 阿堂哥随即跑进一家工厂 趁其不备解决掉一名手下后 拿起武器的阿堂哥 开始骚骚骚 一枪一个小朋友 即便这样 还是被探员抓到 扭打在一起的两人 眼见马上就要去阎王殿报到 探员果断拉住机械臂逃出来 带着手下在出口守住带兔 正得意时 阿堂哥开着新车溜了 随即找到发明先知系统的博士 讲明自己的困惑 博士告诉阿堂哥 没人能伪造先知预测的影像 有时候会出现 先知三人看到不同的景象 犯罪中心 为了避免Bug被人发现 通常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只要其中两个先知 确认凶手有杀人意图 就会被定罪 系统就会删出不一样的预测 这就意味着 那些被系统指控的人 有可能并不是凶手 听到阿堂哥心中 一万只草莓马奔腾 自于铁面包空 拿料也会断存案 如果怕抓错罪犯 就去先知能力最强的阿加莎体内 寻找影像备份 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 如果阿堂哥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只需将阿加莎体内影像拷贝 就能彻底摆脱嫌疑 可现在想要安全潜入犯罪中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眼 阿堂哥很快找到黑市医生 换了一副眼球 学料医生不讲武德 做完手术就要开溜 走之前警告阿堂哥 12小时之内不能撕开绷带 否则眼睛就会瞎 可时间未到 寻找阿堂哥的警察 便找到这栋大楼 他们放下机械蜘蛛 进行地毯式搜索 让这些能够追踪热源的蜘蛛 对大楼内所有人进行身份识别 眼看机械蜘蛛来到门口 阿堂哥急忙堵住房门 随后躲进水中逃避追查 可这些蜘蛛并不傻 他们竟然通过下水道爬进来 阿堂哥听到动静一动不动 最后还是没忍住 吐出一个气泡 警觉的蜘蛛爬到浴缸 疯狂放电 阿堂哥忍无可忍坐起来 只能忍着剧痛 让蜘蛛扫描眼球 这才逃过一劫 改变身份的阿堂哥 立即来到犯罪中心 先是给自己注射一针易容液 成功混入办公室 紧接着用原来的眼球 成功打开圣殿大门 就在阿堂哥下载影像时 探员发现异常 随即包围圣殿 眼看情况不妙 阿堂哥只能破釜珍州 带着先知阿加莎逃走 先知系统三缺一随即瘫痪 阿堂哥逃出来后 先是找到明黑客 将阿加莎预测的信息下载下来 可查来查去 这些画面和之前看到的影像一模一样 影像显示阿堂哥就是杀人凶手 这也表示并不存在少数派报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 阿加莎突然全身抽搐 屏幕上出现六年前溺水案 就当阿堂哥本思不得其解时 警察跟着踪解追过来 阿堂哥只能带着阿加莎先行离开 幸好阿加莎这个外挂在手 阿堂哥逃亡之路格外顺利 阿加莎先是让他买一把伞 随即两人站在原地不动 眼看楼上的警察就要发现他们 下一秒就被卖气球的挡住 紧接着又让阿堂哥给流浪汉撒钱 就在流浪汉捡钱的时候 又成功替他们挡住警察 最后他们成功走出商场 他们立马撑起雨伞 再次成功避开警察视线 就在这时 阿堂哥发现一块广告牌 上面的眼镜人正是案发现场的第三个人 他意识到犯罪现场一定就在这栋楼对面 此时距离预定犯罪时间还有12分钟 为了摆脱嫌疑 阿堂哥决定改变自己的未来 于是进入大楼 用手枪威胁前台 查到受害者所在的房间号 可房间内空无一人 床上却摆满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似曾相识 竟是阿堂哥失踪六年的儿子 这一刻他终于知道 先知的预言没有错 自己确实会杀人 就在此时 人贩子走进房间 他承认是自己绑架阿堂哥的儿子 还把他装进木桶沉浸大海 这一刻 阿堂哥再也控制不住 打算送人贩子下地狱 此时先知预测杀人时间已到 阿堂哥并没有扣动板机 他决定将人贩子交给法律制裁 谁知人贩子求着阿堂哥将他杀死 如果不杀他 他的家人就拿不到钱 阿堂哥这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陷阱 他并不是人贩子 而是被人特意从监狱 保释出来假扮的 目的就是激怒阿堂哥 让他开枪杀人 就在阿堂哥质问 谁是幕后主使时 人贩子一把夺个手枪自杀 等探员带人来到案发现场时 发现报警 哪个凶手会傻到 把犯罪证据摆在眼前 探员随即找到老白 给对方放出两段 关于溺水案的影像 一段是先知双胞胎的影像 另一段是从黑客那里 塑造阿加沙影像被愤 两个画面看似相同 但水面波纹方向却相反 这代表两份影像 根本就不是一桩命案 再加上阿加沙影像被人蓄意删除 探员推测 真正的凶手视线雇用杀手 试图谋害受害者安妮 当先知系统预测要发生命案后 派警察提前将凶手抓获 此时真正的凶手 在伪装成杀手模样 用同样的手法实施犯罪 说到这 探员已经猜到凶手是谁了 眼看秘密就要被发现 老白直接开枪打死了探员 溺水案幕后真凶也浮出水面 其实溺水案受害者安妮 正是阿加沙母亲 她不想女儿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可老白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阿加沙 那先知系统也将不复存在 老白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将安妮杀死 另一边 阿汤哥带着阿加沙来到前妻家避难 谁料前妻给老白打电话请求帮忙 结果就是阿汤哥坐等被抓 事后前妻找到老白 希望他帮助调查安妮是何许人也 因为阿汤哥一直提起这个名字 前妻怀疑就是他害得阿汤哥被抓 眼下先知系统就要推广全国 老白急着开招待会 他假装答应承诺会调查淹死的安妮 听到这前妻心头一惊 他根本没有说过 安妮是被淹死的 此刻老白想杀人的眼神再也藏不住 可眼下记者会就要开始 老白只能让他再呼吸一会儿 吸先空气 而猜到真相的前妻决定救出阿汤哥 他拿上阿汤哥手枪和眼球找到卷毛 威胁他将阿汤哥放出来 随后阿汤哥在记者会上 将老白杀人的影像放出来 气急败坏的老白拿出手枪 准备解决掉麻烦 先知系统已经预测到这起凶杀案 此时的阿汤哥被老白堵在天台上 却一脸淡定 他知道警察正在赶快的路上 现在感到害怕的应该是老白 阿汤哥给他两个选择 一 杀了自己 老白前途近毁 二 不杀他 证明先知系统预判错误 预防犯罪中心就此解散 谁料老白选择第三条路 自杀险罪 等一切尘埃落定后 预防犯罪中心原地解散 所有犯人无罪释放 先知系统也被叫停 阿汤哥跟前妻破镜重圆 他们也有了爱的结晶 至此影片结束 关键报告上映于2002年 本片改变自 《菲利普·狄克》的短篇小说 少数派报告 比较有心意的口感电影 虽然有些细节禁不住推敲 但抛出的概念却发人深省 我们下期再见